字幕 李宗盛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是Anson 你看到我这身装束 和之前未出的影片很相似的 沒錯,我開箱咪的影片應該會很像,或者是一樣 因為我是同一天拍的,現在我拍這個時間是剛剛拍完開箱咪的照片 每年7月大家在香港都應該經常會聽到一個很大型的活動 沒錯,就是書展 沒錯,我們今天就來分享一下 究竟我在書展會買了什麼呢?還有什麼特別的東西可以在書展買到的 首先這兩袋就是我在書展買的東西,我們馬上來開箱咪 第一個就是有一個Folder,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Folder不是買的,純粹只是那些Like送給你的 是一個Folder,很漂亮的 然後又有第二個,在體育展是同一天的 這個就是看遠的Folder 我覺得都是Like他的Instagram和Facebook送的 不過我覺得挺好的,對吧? 免費的有一個Folder拿,又挺漂亮的 然後呢,接著我今次有超多Folder 其實也不是很多的,有幾個 接著我個人來說就買了這兩個Folder 一個就寫著前進,一個就寫著加油 它的質地比較是磨砂 還有它可以,除了加油之外,它反過來看也可以是成功的 我覺得這樣的設計挺好的 這個就是夢想和... 怎麼看的?前進 我買了四個Folder 就是書展的,不是只買書的嘛 書展的,要是看文具,要是看納納納納納納的 不關系的東西就最適合了 然後呢,就有個福袋 這個是不知道在哪間書店買的呢? 忘記了,十元的這個福袋 那呢,打開給大家看一下這個福袋 這個福袋 它呢,就有一個Enjoy Cooking Time的袋 或者是很近距離,給大家看一下這個福袋 去 用背記,麻煩 是,就是這樣的這個袋 然後呢,它還有一支潤唇膏 然後呢,再有一支洗臉魚 還有一個很精美的這個...這個什麼來的? 哦,散納納納納納,就是這樣的 去! 那呢,這個福袋十元了 十元就已經有這裡這麼多東西了 是超划算的,所以我買了 那呢,除了這個之外呢 我還買了這個,這個很厲害啊,這個 panda18 他說這東西真是五文 雖然是超簡陋 又是給大家看一下 又是超簡陋的 其實這東西 Easy to sample 他說 還有他多種特色動作 不過應該是給BB玩的 他說這個 這個說明是給三歲兒童以下才不識 其他都應該適合 我都應該跟三歲都差不多 不過是 這個五文 挺划算的 緊接著就開始有些重頭戲 就是書 我這次真的買了超多書 真是 好少會買這麼多書 哎呀 掉了些東西 不用了 我這次買的書就是這麼多 沒錯 這裡是不是還沒有 沒有 這裡就是我買的書 你看到我這麼快說書 就證明我去書展 其實我重點就不是書 首先呢 書之外呢 就有這幾張呢 是送的 忘記在哪間送了這些的暗倉貼 有三張 多好啊 然後 好介紹書 那呢 首先就有兩本是關於機師的書 我還沒看過的 就是 所以我不會告訴你 不過 挺有特色的 網上我推介過的 就是 大概是這樣 對 然後呢 就有一本我媽媽買的 就是這個 這樣的 可以選擇你選擇不選擇的 一個漫畫類 就是這樣 對 不如給大家看看 對 就是 很多漫畫 然後呢 這本西藝的 這本 明古屋 一七一八年 不是 2018年最新版的這個 明古屋的旅遊書 這本東西呢 價值二十元 我用二十元買了這本 超划的 然後呢 是 因為我今年呢 去了兩次書展 最後那天 好像是 不知哪個星期五呢 那麼呢 在我第一次離開之前 我就買了這兩本書 純粹覺得 因為我的書展 沒理由不買 所以好像很奇怪 所以我們買了這本 叫做 當日出日落同步上演 2017年的 其實這本書 不過我覺得 就是我看的裡面其實 都ok的 他是講 就是 娛樂圈啊 還有很多樂壇的一些事 然後緊接著呢 就有這本 最後的房子 最後的房子 我就沒看過 不過 他似是 就是 說是生死的 就是我看他的簡介 所以我也覺得 應該挺有意義的 然後呢 這本厲害 我特地為這個 港式行買的 這本 離島遠足全攻略 所以呢 可能將來 港式行的系列 全部地方就是來自這本書 然後呢 就介紹這本書 這本就叫 《流星少女》 就是我第二天去書展買的 我看過一點 我覺得其實他講得挺好的 有些關於愛情啊 他講的那些東西 特別是 講了一句 就是說呢 可能 全部東西都未必可以去到 以後 即是未能 落花流水的 但是 怎樣可以歷久上身呢 他講了這個 很重要的概念 那最後有個挖椅 太棒了 我要做中文老師了 還有呢 打開呢 我是成功拿到作者簽名的 超強 還有呢 我還跟作者拍了照 2019年的簽名 給大家近距離看看 又是時候 見到這個 蒲偉柱 就是呢 我有2019年親筆簽名的 那他就是一個 講怎樣可以做中文老師 是的 不過我未看過 未看 之後會看的 然後呢 講完書呢 我們終於入正題了 沒錯 我們現在才入正題 我講了這麼多東西 那呢 首先呢 這個東西 OK 首先呢 就有一支筆 在特國買的 15元的 一支 三色的刷刷筆 不過這個也不是很重點的 然後呢 哇 這些全部都是單 哇 全部都沒有用的 這些 放在地上 然後呢 就有這個 這個呢 就是我 跟我表哥表妹 專門買給 我阿公的一個 糧票 就是可能現在 你年輕人 沒聽過什麼叫糧票 就是 當年打仗 那些人拿著去 拿東西吃 就是這樣的 就是這樣的 給大家近距離看看 糧票就是這樣的 這個就是糧票 那呢 我們 先拿出來 就是這樣的 三 幾張 這樣 這個就是20元 買了 不過這個反而是 挺值得的 因為我公公呢 都挺喜歡收藏 這些東西 所以買這個買給他 然後呢 就買了一枝筆 就是一枝鋼筆的 就是 這個 這個 Carraco的牌子 雖然我不太懂它 但是我買它 因為它說 有免費盒名而已 沒錯 又是給大家看一下 它有金色盒 然後打開它 打開它 之後呢 我買了一盒 是深藍色的麥 還有 這枝就是一枝鋼筆 那呢 就有它的牌子 還有我黑的名字 就是 呃 這裏 我可能不太看得清楚 這裏 就是這個位置 就是我黑的名字 NTW 那是 那我們說完這些之後 終於有些重口氣來 這裏 我又不知道 這裏呢 就是 首先呢 買了這個 其實最後兩樣 在3M買了這個 Screen Cleaner 純粹是幫我的電腦清洗的 就是 我都沒有用過 我打開來看看 嘩 嘩 嘩 就是一塊這樣的東西 然後還有一支藥水 有支Screen Cleaning Solution 就是這樣 是不是這樣放進去的 是不是 嘩 不要搞了 又呢 最緊張的事 沒錯 我們呢 今次呢 在輸錢買了 這裏 買五送一的這個 海綿八結布 價值 18.6塊 神經病 我走之前呢 看到這裏 又在我最後跟媽媽說 買這個八結布 沒錯 就是可以呢 令家裏乾淨一點 對不對 那我們 不想家裏這麼多一層 如果不是鏡頭又有一個層 那這裏 真的完全是浪費錢的 其實買這個東西 就是 我回到家 又發現了 原來衛康 還便宜於輸錢買 我也不明白 為什麼要在輸錢買這樣的垃圾 唉 那好吧 如果你喜歡這條片 就記得按個like 有什麼想說 記得按下留言 還有最重要 你還沒subscribe的 一定要subscribe 那我們下次再見 就是這樣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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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